我需要推出類似我以前推出的 所謂伊色情歌的慢歌書情歌曲風 我對上一首可能已經是一表人才了 是時候推出一些自己最喜歡的曲風 最適合自己的曲風 為什麼叫伊先生惡人汁照呢? 就用伊先生這個名字 就是Wyman的idea來的 就是將伊先生成為一個系列 我也覺得這個idea挺有才的 剛好本身就說DSE快要放榜了 就說其實愛情好像要考牌一樣 因為每一段愛情 你跟對方的溝通相處或磨合 其實都會很不同 因為每一個個體都很不同 但是往往就是在一些經歷裡面 你就會學到一些東西 累積你的經驗 就令你成為一個更好的愛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意思也挺有趣的 是不是拍拖都要學好先 考了一個牌才可以拍拖呢? 所以就有了這個主題出來 如果講過MV 其實這次因為我想是 《連環不肯事件》有關聯的 想將它成為一個劇集 可能大家之前看過伊先生《連環不肯事件》 今年看了又了解多了 他的世界是怎樣的 宇宙是怎樣的 成長是怎樣的 所以這次又選擇了 因為上次《連環不肯事件》是說中學到他出來工作的階段 但錯了中間大學的一部分 所以這次就不如說大學 成為了這首歌的主軸 用一個興趣去萌生一個愛情故事 在大學裡面我也覺得很有趣 所以這次的拍攝就用了劍度去做一個題材 故事是講述伊先生去了大學之後 就參加了一個科學活動 認識了他的新喜歡的女生 我們就叫他Y小姐 然後就跟他產生了 因為練習就產生了感情 然後就越來越朋友 伊先生就想吸取了之前的教訓 就決定要勇敢去追追追求他 第一次拍下雨的人造雨的場景 剛剛才認識到原來是這樣的製作的做法 挺有趣的 挺有趣 挺好玩 可能今天天氣又熱 所以其實都不冷 也沒說很不舒服 除了一隻腳 保持著鞋子濕透了 雙腳就伸出了 有點不舒服 但至今也挺好玩的 又增加了經驗值 在傷感的情節之下 但落著 傍著是件事 我覺得更加有感覺和維美一點 第一天拍攝的時候 拍攝一段 講到去一個音樂室 錄一首歌給Y小姐的過程 就有一大堆學生 大學的學生 那為什麼找到這麼多人呢 就是因為找了我的Fans Club 去幫我安排的 所以很感謝Fans Club幫忙 很感謝各位粉絲幫忙 那見到大家都很開心 好像都沒有什麼機會 可以這樣跟大家見面 希望大家都玩得開心 劍道這次都特地去練習一下 因為其實劍道自己都沒有接觸過 本身可能都是以為對打 打到人就有分 但原來他是一個 他有點像一個表演的藝術 日本劍道有一個很強大的精神 和一個態度在裡面 就是他裡面說的都是一些 很多禮儀 不要放棄 或者堅毅等等的東西 我覺得是很有趣的 我覺得自己都算上手得快的 因為我老實說都只是練了一天 但是我也掌握到很基本的動作 可能作為MIRROR 都跳了幾年 沒有身體控制都進步了 因為真的很基本 要做到他們真的對戰 可以電光火石之間的交手 又真的完全做不到 那套衣服都很有型 真是很威武 我原來也挺配合這套衣服 可以考慮下次有沒有劇集 都會拍的 本來看到可以找我拍的 哈哈哈